早上可能出门比较早 路过大桥的时候 刚好云彩把大桥都罩住了 这是开在云里的感觉 前面就是大桥 模模糊糊看不太清楚了 太阳还不算太高 所以可能云也比较低吧 原本是没打算拍照 可是远远地看着这种 云遮雾绕的景象 赶紧从包里翻出手机 透过车窗拍照录像 没想到抓拍的还不错 基本上拍出了白云的涌动飘逸 冬日里早晨的阳光穿云破雾 从乔缝间洒下的感觉 这个感觉美轮美奂 实在是可遇不可求 今天真的很幸运 居然见到了 这是今年入冬以来 难得一见的好天 蓝天白云 温暖舒适 我们一星人开在去看兰花展的路上 这将是我第一次在悉尼看兰花展 兰展在一百多公里之外的中央海岸 虽然有点远 但是很期待 蓝展真的很好 非常值得去看看 我已经单独发了蓝展的视频 喜欢看兰花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这里发的兰花图片 是拍自另外一家兰谱 是在看完兰展之后回家途中 特意拐个弯过来看看 也有非常多的兰花 也圈出一片兰棚在办兰展 这个兰展的名字我打在字幕上 以方便查阅 我那三棵蝴蝶兰就是在这里买的 买二送一 还挺便宜的 这里有好些大花卉兰 挺漂亮的 其实我也挺喜欢的 就是觉得展开来太占地方了 家里很难放 其实家里也有大花卉兰 一棵大的两棵小苗 大的那可今年没开花 我估计我去年给它换了一个盆 大概那盆太大了 它长得太欢式了 长了好多的新芽 就是没有花 暂时也就不想再添置大花卉兰了 这么逛来逛去 不觉已经是午后了 肚子有点咕咕叫了 就说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 不然还要一百多公里开回悉尼 也是有点远 用手机搜了一下 找到这样一家餐馆 离得不远 就拐到这边来了 结果人还挺多的 需要在这个牛椅子这儿等位 好在很快就有位了 虽然只是户外的散座 但是现在是冬天 太阳照在身上暖暖的 真的很舒服 又面对着近处这片水 远处那片林 我反倒更喜欢坐在这个位置 有种深处田园的自在安逸 一切嘈杂抛于脑后 且享受眼前的祥和 食物很简单 天空很晴朗 水面很平静 阳光很明媚 这个午后 懒懒地在这儿发个呆 真愿意时间就停在这里 不再流动 吃完饭 意犹未尽 绕着这一汪水 走走看看 前些天的雨水 今天的阳光 让叶子 花朵 看着都很舒畅 水边有一处小花店 远处有几个大花棚 木桩 鞋子 有条框 都变成了花器 突然感觉 自家的垃圾 真不应该随便丢掉 要好好斟酌一下 或许某一日 就有了新用途 就成了艺术品 我已经在回忆 曾经扔掉 现在想找回的垃圾 当然已经不可能了 眼前这些椰子壳挂盆 随着微风 轻轻摇摆 好吧 回去我要去买几个椰子 这次喝完椰汁 一定会留下椰壳 脑海中 已经在想 我要种什么呢 挂在哪里呢 就这么遐想着 漫步着 花间 石镜 太阳下 看看水 赏赏花 直到远处传来 孩童稚嫩的声音 一只欢乐的狗 快乐的玩着水 一遍一遍扑进水里 捡回木棍 又满怀期待的 等着人把木棍扔回水里 玩得如此 欢天喜地 兴高采烈 纯真无邪 不仅让我也看入了迷 一同欢乐着 水中的树影 凌乱着 想必也是欢乐的 今天 起了早 赶了路 看了展 买了花 晒了冬天的太阳 竟是 如此美丽的一天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